親愛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今天的這集錄音中,我想分享的是 新冠肺炎是我的寬恕課題嗎? 在我們奇蹟課程的練習手冊193課裡面 他就說,一切的人事鏡像都是上主替我們安排的學習課題 這個學習課題當然指的就是寬恕課題 因為奇蹟課程讓我們學的,除了寬恕,就沒有什麼別的 當然,他這邊所說的上主,嚴格來說其實指的是聖靈 但是這些所謂課題,嚴格來說並不是聖靈給我們創造出來的 因為按奇蹟課程所說,其實所有的人事鏡像都是我們的心靈給自己創造出來的 但是這些人事鏡像其實也都是中性的 真正使我們受苦的,使我們對這些人事鏡像的投射 或者你對他們的看法 很簡單,如果我們用小五的眼光去看任何這些事這些人 那最終我們的心靈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去受苦 那如果我們能夠以聖靈的眼光去看的話 那麼就會發現,所有這些受苦其實不過都是一個學習寬恕的機會 一定是我們有什麼地方還沒有寬恕 那所以我們不要去責怪聖靈好像給我們製造各式各樣的痛苦 聖靈不會給人製造痛苦 他只是幫助你去轉換眼光 那當你開始轉換眼光的時候 首先你會認出這些來到你面前的 都是給你一個寬恕的機會 然後你真的也學了寬恕 那就跟著聖靈的眼光就走得更遠更深了 那到最終這樣的一個聖靈眼光 能夠使你走到徹底的平安 那不過話說回來 其實這些一個苦 也可以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什麼指標呢? 就是說明這些人這些事就是你的寬恕課題 是帶給你學習寬恕的機會 特別是讓你受苦的這些人事物 那除非你是全然的平安吧 要不然來到你面前這些人事物 都有你可以寬恕的機會 那我們也知道課程所說的平安 它的定義是很嚴格的 應該說它是很絕對的 他所說的平安是指無條件的平安 也就是說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的平安都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動搖或減損 這是他所說的平安 怎麼樣?是不是夠嚴格? 那麼剛好在幾個禮拜前 就有一個同學在網路上問我 他說他對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 他沒有任何感覺 那麼這次疫情是不是就不是他的寬恕課題呢? 那我們常常為了方便 為了簡便會說 什麼什麼事情是不是你的寬恕課題 那當然按照前面所說的這個指標 就是說這件事情你如果沒有感覺到不平安 那麼這就不是你的寬恕課題 當然我說這只是一個比較簡便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我們仍然有小我 其實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課題 如果不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肯定也是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 那即便可能最近一陣子吧 沒有什麼明顯的課題 沒有特別投射出什麼 但是你會發現 當你的心有一部分還在認同小我的時候 那你的心就不可能完全的平安 那其實這個本身就是那個課題 那這確實是很有可能 特別是在你學習了一陣子之後 你對你的內在狀態也比較了解 那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沒有什麼明顯的外在課題 可是心裡面就會有各種小我的情緒 可能會悶悶不樂啊 可能會煩躁啊 可能會空虛啊 那這些也都是學習課題啊 也都是需要去面對的 那麼實際上的情況是 有些人或許啊 就這次肺炎疫情來說 他沒有害怕被傳染 但是他可能怕的是其他的點 譬如說他害怕的是 關在家裡出不了門啊 甚至關在家裡很悶啊 沒辦法出去走一走啊 沒辦法出門買菜啊 那或者就像我遇到好幾個同學啊 他們告訴我的就是 關在家裡要面對孩子 這也是讓他們很煩惱的一件事情啊 因為這個 家長跟孩子之間的這個課題啊 就被激發出來了 沒辦法再把孩子丟到學校啊 丟到補習班去啊 那你就等樣 得要天天在家裡面面對他啊 這也是一個課題啊 那 凡此種種呢 就很難說這個疫情 不是這些人的課題啊 那我們常常喜歡嘲笑別人的恐懼啊 或者說對別人的恐懼感到不解 你怎麼會怕把車開上高速公路呢 你怎麼會怕蜘蛛呢 你怎麼會怕這個不是有機的東西呢 食物裡面的農藥呢 那你怎麼會怕蟑螂怕蚂蚁怕這個怕那個呢 怕麻煩怕什麼啊 總之我們常常會覺得別人怎麼會恐懼那些事情 我們沒有這些恐懼 所以我們好像是比較有靈性的 內在比較有力量的 那但是稍加反觀一下自己 就會發現自己其實也有諸多的恐懼啊 只是每個人投射恐懼的方向 投射恐懼的地方不太一樣而已 OK 那所以 這陣子啊 可能你煩惱的不是這個肺炎本身 可能是一些其他的 或者其他與之相關的 譬如說以我來說吧 我其實對於被感染肺炎這件事情 確實沒有什麼太多感受 那出門呢 我基本上也不怎麼戴口罩 那不過肺炎疫情呢 其實也影響到我受課 因為就沒辦法去大陸開工作房 這是最直接的一個影響 那所以在前幾個禮拜 它其實帶給我比較主要的課題 可能是內在的匱乏感吧 但是這個我也很清楚 是我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那其實過去幾年 也確實面對過無數次 那 譬如說這個招生遇到困難啊 招不到學生啊 這個也是其實是相似的 匱乏感 那對我來說 我的做法就是我會先去面對 然後先去寬恕 而不是急著先找各種方法 看是不是要網路上開工作方案 網路上開課怎麼開啊等等 先去面對自己內在的匱乏感 知道這個是需要先面對的課題 然後去交托 包括把這件事情本身也交托 等待上天的指引 那不過目前呢 我們是除了原有 一週一次的網路課 還沒有覺得 特別想要加開工作方 網路工作方的計劃 那我也是 保持一個完全開放的心境 然後因為寬恕 所以能夠回到平安 那不管 開這個課或不開 我都能夠平安 都不會因此感覺到 匱乏 那我想這個 才是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那個學習 所以不管這個肺炎 疫情最後的發展怎麼樣 然後能不能出門 是不是要跟孩子待在一起 等等 就是我們的心能夠回到平安 還是最重要的 那也是那個 唯一的學習指標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願意的話 也很歡迎參加我們 一週一次的網路學習 那我們的網路課 一週一次是一直以來都有 也會一直持續下去 只要我還活著吧 我都是這麼講的 那也有很多同學 會從中間加入 為了收費方便緣故我們是 一次安排一季的課程 不過會有很多同學 從中間加入 那其一個人的學習 因為是全向式的 所以從什麼地方開始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好 那今天呢 我就講到這邊 那也希望以上的內容 對你的學習 能夠有所幫助 那如果有的話 也很歡迎你 把我們的這一系列錄音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